他一讲话 更多人会去讨论嘛 但你为什么要讲 就是因为已经讨论到一个程度了 无人不是要跟大家提醒 要过年了 大家有缺钱吗 还是像我们今天最新的数据组 技术公布大家 我们是贫富差距 14年来最严重的 日子最苦的时候 有缺钱吗 我们那么要全民发行 那个找私生子运动 有百万全赏耶 这样有点哭手 但这是他奇怪的一种手法呀 然后这样不是就激起大家 去找私生子的强烈动机吗 那因为他很有把握 他又藏起来了 他知道已经藏起来了 天罗地网藏起来了 也只有他能确定 他藏得很好 密不透风 所以他知道一定不会被找到 所以这一百万是讲空的 不会花掉 比重乐透还难吗 对 那我来补充一下上次 还有上次补充 我补充很短很短 那么因为赖清德 最后呛声的呛响的一句话 他说他的私生活经得起考验 对不对 讲得很大声喔 讲得很决绝喔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狠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都忘了在陈大医院 为他受尽千辛万苦 后来为了他远离故乡台南 到台中去 在台中 守得云开 见不到月明 对不对 一心向明月可惜明月照勾曲 对不对 他早就变新了 他的一旅的所有的情思 都已经到了 这个陈湘瑩的身上了 好 到什么程度 我举具体的数字给大家听 你这是现在具体讲了 对 你现在具体讲了 我以前没有那么具体讲 好 我们去查 在国安局总统府的 特勤中心的管理条例 编制内的人员 总统120个人 副总统编制人员68个人 而且法律规定 内勤跟外勤 各在 就不能超过 外勤不能超过一半 也就是 赖金能够动用的外勤人员 最多34个人 可是他动了其中的22个人 然后为他去手带疲疗 就只剩 除非他超收 对啊 否则只剩下12个人 因为法定编制 他又是握他 他不是无所不能的 蔡英文握他之策的门虎 所以他怎么敢 用到这个编制以外呢 好 你可以动的外勤人员 最多34人 你是动了22个人 到赖皮疗去 从2020年的8月开始 一路守到今天 才仓皇撤离 撤离之后 还有金山分局派远警 那么以这个民照 按照的方式 去帮他看守赖皮疗 而且他跟蔡英文那个广告片 那个在路上的时候 行经瑞芳 离赖皮疗很近的时候 他已经突然有感而发 说要用生命 用生命来捍卫啊 他在为谁喊话 他在讲什么东西 他在捍卫什么呢 所以赖皮疗里的重要人物 其实就是 就是我讲的那个长发女郎嘛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空污 是有人的 有空污 如果是空污 神经病 你找了22个 这个特勤人员 不分昼夜 日以继夜 去帮他看守这个空污吗 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嘛 所以那个空污里面 我再说的更白一点 陈湘瑩 有没有在那个赖皮疗里面 接待过日本日烟集团 结态日烟的相关人员 结态日烟的背后 就是安倍家族啊 那结态日烟是世界 三大烟业集团 大家抽过的 浅秋看了一头雾水 听了一头雾水 因为你没抽烟你不知道 七星 大家抽过吧 墨尔 对不对 另外像云士顿啊 骆驼啦 这些都是日本捷态的 我们不是曾经有 国安人员 特勤人员 用蔡英文的专机去 偷偷的走私那个私烟吗 有没有 结果走私的烟里面被查到的 最多的就是捷态的日烟啊 所以捷态是一个 很有名的 而背后就是安倍家族嘛 是谁牵线 让捷态到台南去投资 投资金额93亿耶 赖清德大家说他最大的弱点 叫做缺乏国际视野 没有国际官 没有国际招商能力 他每次赖清德就就开始反驳 反驳就说我把捷态日烟引到台南去投资 93亿耶 谁说他没有国际招商能力呢 可是也引起了后遗症 但是你刚刚讲的重点是 遭见面的地点是由这位画家招待在戴皮疗吗 所以对没有错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地方就是这一个神秘旅客 对不起我要用这个赖伴的说法问 你有证据吗 把画家交出来 把照片交出来真的是在那里接待的吗 他在那里面吗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这个是有照片的了 2020年的7月12号 那个时候赖清德受邀到日本去参加安倍的上礼 那时候安倍的家族有办家计 是 为什么赖清德是以亲属的名义参加安倍的家计 当时说法是说因为外交的身份的关系 外交身份的关系 那参加佳祭的人就不该是赖清德啊 他应该是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啊 怎么是赖清德呢 而赖清德跟日本 当时大家不知道他的渊源在哪里啊 我终于了解了 因为照片为证 等一下我手机上有啊 照片为证 当时候因为陈江颖有帮安倍的妈妈 安倍杨子画了一幅油画像 是安倍的妈妈最爱的 所以安倍的妈妈收陈江颖做干女儿嘛 那时候为什么有人在传言说 很多日本人也在问啊 为什么赖清德可以参加 他说是干女婿啊 他说是干女婿啊 好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好了 带大家看 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委员的尺度 我帮你找谁当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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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拍 来来来 这样一镜头边拍 讲可以一边讲 后面的那一幅画 就是陈湘云替安倍的妈妈 安倍杨子画的油画 做的那个老太太就是安倍的妈妈 安倍杨子 是90几岁是日本的教母 日本地位最宠划暗信界的奖励 就是他帮人家安倍的母亲画画 这是一个公开的 而且就是艺术家的行为啊 那跟这个赖清德的关系 你要有可以证明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我再说明 我再说明 你看谢长廷坐的位置在这里 赖清德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客人的位置 而确确实实赖清德是以 安倍家族亲属的名义参加佳祭 我请问你 他日本这个规矩是非常严格的 赖清德怎么会变成安倍家族的亲属呢 中间的桥梁中间的关系 就在于陈湘云嘛 所以为什么陈湘云 连美术馆都在陈湘云住的房子的斜对面 然后当时候要美术馆的董事长 要决定人选的时候 当时的董事很有名的林曼利 说怎么会用到陈飞东呢 辈分不够 能力不够 名望不够 但是那时候赖清德很坚持 宁可得罪很多艺术界的人 也用了陈飞东 陈湘云的爸爸 担任美术馆的董事长 好这一切的作为 在台南说实话 在台北这可能在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证据不够严谨的东西 在台南这个叫皆知相闻 谁不知道赖清德 一心就在陈湘云的身上 然后两个人常触摸在旁边的 我讲过的天空庙啊 所以陈湘云跟赖皮疗的关系是什么 除了陈飞在那里接待烟伤之外 那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他们之间的 就是他进行的国际公关的私人招待所 我请 这还蛮正式的 我请赖清德 他们是曾经有叫一些绿媒啊 公布了彭博新闻社 访问他的那个照片 要显示说 里面的不大嘛 才29.3频 对不对 把这一个影片的全貌公布 里面帮他在做接待的 帮他在做翻译的 是哪一个女性 你为什么公布片段的影片呢 全公布 全公布 让大家看到 在旁边的那位女性是谁 所以这些事情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但他平常如果不在那里的话 他还是空屋啊 他只是平常接待客人 所以啊 他做贼心虚啊 我从头到尾 我只讲到红颜知己啊 他的密友啊 我什么时候讲过 你们有睡过 我什么时候讲过 你们有亲密关系过 我什么时候讲过你们爱情的结晶 那你就做谁心虚啊 对不对 或者脑袋就窝戳啊 一天到晚就想到 他跟那些女的干的 或者每天朝思夜想 就跟吴钊燮一样 每天想的就是越南下龙湾啊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才用影射嘛 哪有告人用影射的 那就明明白白的讲 邱逸说你什么不就好了 打影号 邱逸说什么 对不对 然后有影射的 那我也可以说他影射我啊 他说我长得比他帅啊 他影射我啊 女人很多啊 不是也可以吗 现在倒数三天了 对 委员之前曾经说那个房子 如果有进一步的照片 还要再公布 后来你有决定要不要吗 我后面三天 我本来的节奏有点被昨天啊 昨天他的自导自演 有点打乱了 对 但是 我已经收回情绪了 昨天晚上已经把情绪收回 你昨天有情绪 情绪是什么 当然因为有人破坏我的节奏啊 所以我当然气啊 我当然气啊 而且 有人很笨啊 也拿着这个来讨论 然后赖清德才 借此东风 对不对 然后想要脱困啊 所以昨天才跑出来呛声啊 但是他的呛声也呛得太心虚了 中间有露出来很多的弱点 所以 所以我就决定要开始对他做反攻了嘛 对 我今天第一件事先告诉大家这一点 然后接着我在台南调查的点点滴滴 我把它告诉大家 那最后我会告诉大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也曾经跟我讲过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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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